Hello,大家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我住在加拿大安省雷湾市,属于种植三区。 今天是5月15日,这里的天气预报显示,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,夜间温度都不低于零度。 那今天我会种几种青菜。 这边是靠近栅栏的一边,现在是下午4点多, 这块地已经开始被栅栏挡住了阳光。 那么我今天就在这块地里种一些香菜,紫苏和芝麻菜。 现在地上挖一条沟,有人称是条种。 在沟里可以添加各种有机粪,我加的是羊粪。 给足底肥。 一般这种叶子类蔬菜,在以后的生长期就不用再加肥料了。 浇水。 因为是自己留的种子很多,所以我就随意地撒在了沟里。 然后上面再覆盖1到1要2分之1英寸的土。 香菜的成熟期一般是50天左右,会根据土壤和气候的不同有所差别。 紫苏。 可以在早春室内育苗,但我更喜欢直接种在地里。 芝麻菜喜欢阳光,但是不喜欢热的天气。 在热的天气里很快就抽胎。 所以芝麻菜适合于早春和夏末种植。 豆角是最适合于北方种植的蔬菜之一。 它口感好,营养价值高。 豆角有很多种类。 今天我种的豆角有四季豆,白不老,油豆角。 四季豆的种植,身是1到2英寸。 间距是6到8英寸。 杭距是2到3英尺。 四季豆一定要给足底肥。 生长期为65天左右。 白不老。 白不老的种植有花籽,有黄籽,白籽,还有棕褐色的籽。 我的白不老籽是棕褐色的。 深1到2英寸。 间距是4到6英寸。 杭距是1.5到2英尺。 每个坑里放3到5粒种子。 油豆角也是爬藤豆角。 产量相对白不老,要低。 但是由于特别有豆角味,而且特别好吃,所以我每年也会种。 深1.2英寸。 间距4到6英寸。 杭距1.5到2英尺。 这三种豆角都喜欢干旱地和太阳充足的地方。 我还种了意大利瓜。 由于是自己留的种子,所以我放了很多。 深是1到2英寸。 坑于坑的距离是3英尺。 这是南瓜。 深1到2英寸。 坑于坑之间的距离也是3英尺。 同样是6步骤。 挖坑,放肥,浇水,放种子,盖土,再浇水。 5月10号的视频展示了怎样种豌豆和蚕豆。 这个视频是5月20号录的。 经过12天的生长,大家可以看到豌豆已经长出了很小的芽。 再来看看蚕豆。 好像蚕豆还没有什么动静。 这里有2到3颗发了小芽。 估计在以后的2到3天之内,蚕豆会大劈出芽。 下一个视频你会看到蚕豆芽。 感谢大家观看,下一期再见。